署長我們等你很久 你不要錯我 你真的會算你不當誰 署長 台灣主席 一定很想說 你們是誰 學生 台灣人 要看學生證嗎 台灣到底有些人要簽名嗎 台灣主席要順便參加WHO 我們用什麼名義 來參加WHO 我是為什麼要回W 因為你是代表台灣 來參加WHO的人 用什麼名義呢 黃海寧我認識 他也是我的臉友 他確實就是民進黨的 成員 但是他在這個廣告裡面 他要宣傳的是說 他是林靜怡的算是病患 就是說他過去因為 這個懷孕 有這個可能會 必須要留掉的這個狀況 所以得要有一個醫師 來去做這樣的手術 他的過去經歷 當然我們是很心疼的 你要知道 這個政治沒有關係 過去的事情 他嗆完這個 葉金川的事情之後 他是被 蘇嘉全那時候要選台中 縣長 台中市長 第一次大台中市的 市長 他是發言人 2012小英選 他爸是前縣議 那是2010吧 2010 他爸有見過 五都第一次合併 那個市基東勇隊的隊長 以前做過市基東勇隊隊長 2012年小英選總統 他是青年軍 對 所以 他一路就是所謂的 鐵桿生綠 那可是呢 其實我老實說 因為林靜怡有醫師的這個身份 在選舉過程營造他是一個 他一直在製造這個叫文身救苦的人設 女華陀 對 但是老實說 今天如果真的有病患 有被他怎麼樣的 不會出來拍影片的 大家能夠理解 我們這沒有別的 醫療總是會有一些 沒錯 失誤或失敗 所以一定要找自己同溫層 或說自己的陣營裡面的人來拍 一方面他們也熱議 因為他本來就挺他 那一方面他也 他才願意曝光 這樣我就覺得說服力很低啊 那你看 你知道我最近看YouTube 林靜怡的那個廣告 你知道Google廣告很多 你知道嗎 我連玩那個手遊 都會跳出林靜怡的廣告 我的媽呀 4號叫你回去反鄉投票 那如果我是你我就棄遊 然後 那個YT 因為那是用Google bug 那不是那個遊戲的 那有些遊戲就會 跑出那個Google的設定廣告 我看YT 林靜怡還有一支廣告 滅火器的這個樂團 唱歌叫大家反鄉投票 這些完全就是什麼 總統大選的規格 是啊 所以這些是 民進黨的 這個叫固定班底 OK 其實這樣解釋就好了 就是說 有沒有這回事 有 他有沒有幫過 林靜有沒有幫過他 有 他是不是民進黨 是 他是不是民進黨裡面的二代 是 他有沒有在民進黨裡面有戰功 有 他過去有沒有爭議 有 但他是不是曾經這個很辛苦過 也是 對沒錯 所以我說 這個事情其實簡單講 我認為像這樣的人出來拍廣告 他訴求的是誰 他不是要訴求你中間選民 也不是要訴求你藍軍 他是訴求給自己人 不是 那我覺得更好笑 總統都戰成這樣了 你還要訴求自己人 你是怎樣 其實總統不夠力 所以為什麼 我跟你 他這支廣告拍出來 因為他現在 他離開後來2012以後 我覺得陽明我跟你不一樣 我覺得這支廣告 絕對不是訴求生率 絕對是訴求中間 不是不是 只是他以為大家不曉得 這個人是誰 可能就是一個誰誰誰這樣 但是我說關鍵是什麼 關鍵是 小英看了影片的反應 哭哭 對 老柯也哭哭 黃海寧是誰不重要 他在裡面哭 我跟你講 因為他的知名度沒有那麼高 可是小英看完了哽咽 柯建民說 我在中常會看完 我也很感動 紅了眼眶 對 這個才是他們要的 那這個訴求的 絕對是中間選民 對 不會是勝率選民 當然啊 因為蔡英文就算看了以後 大笑說哈哈勝率衰 我跟你講 綠的也是頭啊 感性訴求 這叫感性訴求 一定是中間 可是你用黃海 你因為綠營的才會認識他 你派一個nothing 那個你在怎麼哭 no body 沒有效果 對嘛 可是小英哭 他訴求的就是 那個叫817萬人 是嗎 在這個所謂的 台中第二選區 是遠大於 在2020年 是遠大於韓國瑜 當然 當然 對 可是呢 那個時候嚴寬恆 是比韓國瑜票多的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所以我說這場選 這場選舉不能用藍綠盤來看 那小英當然也是希望 就是說綠營要把他的票 往中間靠 返鄉 我剛剛講了嘛 青年返鄉 2013年嚴寬恆第一參選的時候 這邊的選舉 有合格選民多少人你知道嗎 27萬5000 好像29 對 現在是29萬5000 多2萬人 可是每一次這個地方選舉的差距 5000票 最多就是5000票 輸贏就是5000票 所以等於是差不多 這兩萬人平均分佈 分佈在兩邊嘛 是有可能 那多出來那兩萬人 就決定勝負啦 對啊 是啊 對啊 所以為什麼他們 為什麼最後一個禮拜 綠營要鎖定在烏日 烏日跟 如果今天弄桃園 就是清浦 在台南就是它那個高鐵園區 沒有 台南就是整個都綠的 台南就是馬路邊 馬路上就可以了 沒有 我要講的是說 它是移入的 外移的這個 從外面人口移入 好 很多台中市民 市區的民眾 買不起市區的房子 他買烏日 而且高鐵在近啊 對 所以外移的在烏日多 就對了 而且你看 第一條 台中第一條捷運是通道烏日 這個高鐵站啊 所以沿線 我跟你講 之前去買房子 現在是賺啊 所以這一群 它吸引到了這一群 中產階級也好 年輕的 他們在乎的是什麼 他們在乎的不是藍綠了 他們在乎的是 我在這場選舉裡面 這個人我認不認同 價值認同 顏寬可能在烏日區 他怎麼打 就是那個老虎穿返那天 就是在烏日 他要用親子活動 他不要傳統造勢 顏家擅長的不是親子活動 顏家擅長的是那種 那種叫組織廠 人都交出來 人都來 可是 顏寬在這一次選舉 又動的是什麼 動的是親子活動 是柔性訴求 他不再打過去這種 硬邦邦的這種組織戰了 他們也學了 我跟你講 這一次其實顏寬可能 也在學習 新的選戰的模式 就是亮哥講的 以前從來沒有這樣子 被檢視過啊 沒錯沒錯 顏寬也在學習 林靜宜這一邊 他過去沒有選舉過啊 林靜宜沒有選戰的經驗 他也在學習 可是呢 他有一個最大優勢 就是你前面講的 他是國家隊支持 其實我贊同輝文哥講的 這個就是國家隊 沒有輸過這個論點 是啊 所以大家不要認為說 什麼顏寬可能 啊我贏啦什麼 顏家那我可能不贏的 很抱歉 這一場選舉 真的沒有那麼容易 來 晃哥 這個 陽明的臉友 但是我臉友很少 陽明講的都對 但是觀眾朋友 我們要去follow的是 右正點出來的這個角度 這一個黃海明 他就是一個雙標的雙面人 他批評葉金川的 完全打臉蔡英文 這怎麼解釋呢 也許我講這個 就是剛剛陽明 做這個選票的結構 我本來 我看到蔡英文哭 柯建民也哭 我就很感動的 陳惠文你講什麼 我才不理你 那個沒關係 我也不是講給你聽的 你本來就要投林靜宜 你黑聽到的事情 我是要告訴大家 為什麼又正要把 他這個人的底細拿出來 因為你一講名字 我就聯想到WHA 你馬上就想 這我也是啊 我們會想得到 但是有些不好想不到 有一些不好想不到 所以剛剛又正播那段很關鍵 那條工故意的 那就是知道葉金川要去開花 要去WHA 條工要去世民的 這個是民進黨 就董哥的用詞 叫做綠色小蟑螂 他就說你葉金川來 我是台灣的 你要看身份證嗎 那一路的挑釁 那剛剛梁哥講說 他爸爸是民進黨的什麼 以前是憲宴什麼的 黃炳花 那這個我也沒話說啦 觀眾朋友你看 這個陳中成 46條的命 陳其邁說我承擔 剛剛說有歌叫堅持 我看也做一首歌 承擔給陳其邁 不是又正我不懂 這兩個多月 他到底承擔了什麼 我也不知道 是漏了什麼新聞 你們都沒跟我講 他承擔了什麼 太魯閣號49時 林家榮下台 結果現在林家榮 去當無任所大使 請觀眾朋友看 你看這是林家榮 在交通部長交接的時候 那邊笑 對對對 你是我的兄弟 還會唱歌 對 我們那種罵 對 沒錯 請問你無任所大使 是要幹嘛 還是無任所大便 你到底在幹嘛 我跟你講 這個所謂的太魯閣 眼淚的朋友 跑去找蘇貞昌 我覺得很奇怪 站在墨碑上的人是誰 蔡總統 宣示台鐵要改革的 蘇貞昌也有講沒有錯 可是蔡總統比較大 你們連抗議都不會找人 你找蘇貞昌幹嘛 有人投票給蘇貞昌 你也好了 是拿到八百一十七萬 是這一個 你冤有投家族 你也可以找這個 你也好了 蔡總統他稱讚林靜宜 是無私 說林靜宜是俠女 我只想問 那為什麼不去開會呢 為什麼不去開會 你寧可去三立跑通告 你也不開會 黃子澤都揪說 你不開會 那叫無私 那叫俠女 而且被踢包之後 林靜宜說 那個什麼BCIP 我就辭掉了 你是怎樣 你應該是把資料拿出來說 我老娘 我都有開會 是你們弄錯了 結果他是 趕快辭掉這個委員 心虛 莫名其妙 你看 林靜宜當時這個 又這種沒有談過 他接受德國 主張統一是叛國 好 余北辰說 我是中華民國派 余北辰 你這樣子要選桃園市議員 我看不要好不好 那你這個有沒有問題 他說主張統一是叛國 那你說 你是中華民國派 那你說林靜宜一定要贏 那到底誰有問題 這是 余北辰 之前接受深圳衛視的專訪說 余北辰說 余北辰說 統一不是口號 然後呢 所有中國人要過好日子 林靜宜一定要贏 這個就是余北辰 真的 這樣說林靜宜 所以我 我歡迎剛剛亮哥跟楊明講 我某個程度 我跟柯P有點像 就是說 我不希望林靜宜贏 我不曉得 這個是到底代表什麼價值 顏寬可 有沒有什麼 什麼 缺點 這個都可以 2個月檢驗 你說這樣說 變成是林靜宜一定要贏 過了 什麼 可說 可善 測 season 不亦 7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